民国100年10月19号 当年桃园观音宝藏社区发展协会 与在地幼稚园合作 将海鲨调成各种色彩 让小朋友们在白纸上尽情做沙画 并教导他们将海鲨变成一幅幅 色彩缤纷的在地童话故事 借由图片故事来认识观音乡 除了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 也让他们对于社区的特色更有兴趣 当年桃园观音宝藏村最大的特色 就是全村有三分之一都可以看到海鲨 因此协会在学校帮助下 运用村子的自然特色 完成海鲨童话故事图版 展现社区与学校相互合作的成果 希望这样的努力可以活络社区发展 也让小朋友们从中认识家乡 记者综合报导